请不吝点 这么好看的鞋啊 不便宜吧 品牌送的 安德鲁就给我了 这种好事 怎么落不到我头上呢 安德鲁就在那儿 你可以管他要啊 人家又没给 我哪好意思要呀 嗨 安德鲁 打烟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韩清的鞋是你送的吧 品牌送的 最好不要让她老公知道 怎么了 你不懂 有些人呢 是不会给自己老婆 买名牌的 但如果你送了 她老婆名牌 被她知道的话 她会杀了你的 懂吗 不过是顺水人情而已 每次收到新品 我都会分给手下的员工 玛丽也拿了一双 不是所有人 都会听你解释的 懂吗 我没别的意思 最好以后就不要再送了 以免一起误会 没事 有好几个让我选的 那你最近忙什么 没什么 不好意思 我有事想跟夏丰说一下 好 可以 那你们聊 好 拜拜 怎么 终于舍得给你老婆买好东西了 什么好东西啊 她缴收那双鞋啊 不便宜呢 这不是我买的 怎么 那双鞋值多少钱 至少五千块钱以上吧 水货 她的交费关我知道 她肯定舍不得买的 那就不知道谁买的了 反正不管谁买的 人家都比你懂女人 陆总的助理跟我说了 她的那个提案明天早上会给到我 好 只要提前两个小时收到就好了 好 那我明天放到您办公桌上 可以 安德鲁 这位是我先生夏丰 他之前也在桃洛斯工作 你们应该见过 见过 你好 你好 安德鲁 谢谢你 观察安静 应该的 他在工作非常地努力 但是都能看到他的成绩 他在家里也很能干 对了 对了 玛丽跟我推荐过你 我约你吃过饭 你记得吗 对 那次你没有来 你现在在哪里高救 我现在有几个意向 不过还没有决定去哪家 我们杂志最近有一个编辑的空缺 玛丽说你的文笔不错 还有广告的经验 你有兴趣回来吗 有兴趣 很有兴趣 我先生很想当编辑 不好意思啊 我不敢兴趣 很遗憾 祝你顺利 我去倒杯酒 你们聊